第一百二十四集 你左手边第三个台子上的那个东西,不能错过 霍宇浩一冷,向身边的王东道 我们再看一下 一边书着他按照兵地的指示,走到了左侧第三个展台处 展台上放置的物品,先前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因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是一块看上去黑色的晶体 本身暗淡无光,而其表面参差不平 与那黄金之芒左臂骨相比 这外形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上面也同样有介绍 千年金胶 金胶乃是魂兽类鲸鱼大脑中所产出的一种特殊复制 对魂师有很好的补养效果 强身健体,增强肌肉 骨骼和精度的承受能力 这块金胶乃本格收购而来 据卖家说,是一只千年磨精 但一般来说,千年磨精的金胶应该是金黄色 价格极为高昂 如此之大的一块金胶足以令一名魂师的身体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可惜,这块金胶是黑色 根据本格判断,应该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风化略微有所变质 但也依旧能够使用只是品质会有所下降 千年金胶的价格不贵 只有六千金魂币而已 王东有些疑惑地道 语浩,你不会是看上这东西了吧 千年金胶我见过 色泽金黄,通透 如同金色水晶一般 那才是真正的高品质金胶 这么大一块真正的千年金胶 价值至少要五万金魂币 这个才卖六千 可见不是什么好货色 哦,你对金胶也有所了解 霍语浩好奇地问道 王东点了点头 道 金胶是一种很珍贵的食材 但却需要高强度的火焰灼烧 将其软化后才能食用 食用之后 能够改善我们魂师的体质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你现在能够承受 两千年魂师的魂环吸收 那么 服用了这么大一块千年金胶的画 身体承受度 至少能提升五百年 不过 其实这也就是个说法 金胶确实对我们魂师的身体有好处 但也有个问题 我们毕竟不可能将魂兽的修为 判断得那么准确 是否正好是自己要吸收的 而且 遇到适合自己的魂兽 在年限上 在年限上更不会去仔细计算 所以金胶虽好 但却有些不及其价值 更别说这块劣质金胶了 吃了 我那肚子就不错了 霍宇浩愁愁愁愁愁愁愁 但很快的就急切的道 王东 帮我买下这块金胶 快 你真的要买 霍宇浩浮在他耳边低声道 快点 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 这玩意儿根本不是千年金胶 是万年的 所以才是黑色 你赶快去交钱 不然被别人发泄 我们可就没机会了 王东一惊 以他和霍宇浩的默契 自然不会再多问些什么 立刻转身就到西侧的柜台去交钱了 没错 这块金胶正如霍宇浩所说的那样 那是万年的 但是 以他的见识 自然不可能发现这一点 答案是冰帝告诉他的 万年金胶 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也难怪巨宝阁没人认识 大海 那是另一个浑瘦的天堂 据说大海中的浑瘦数量 至少是地面浑瘦的十倍以上 而在大海之中 浑瘦也同样有阶级 而金类浑瘦无疑是浑瘦中的霸主之一 人类到了海上 那简直就是砧板上的肉 从来没有人类改于深入大海 因此 捕杀千年魔晶 凭借着强大的浑尸还有可能 而那些万年以上的魔晶 不但都生活在深海 而且一个个实力极为强悍 有几个感觉出他们眉头的 这块金胶 却恰好是一块万年的存在 一般来说 万年金胶的颜色是深黄色 而这块之所以是黑色 确实是因为风化日久 所以才没有人认出来 对于普通魂师来说 金胶改变体质之后 他们也只能在以后猎杀魂兽时碰运气 争取猎杀到自己最大承受能力的魂兽 而对于霍宇浩来说 金胶可就是至宝了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己的身体不能承受更多来自于冰壁帝黄西和天猛兵残的力量 天猛兵残能够带给他的 只是纯粹的魂环粘性增幅 可冰壁帝黄西却不止如此啊 冰壁帝黄西 那几十万年的修为 虽然没有全部带到霍宇浩体内 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 却被他压缩封饮了 只要霍宇浩的身体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他就能够帮助霍宇浩加快提升修为 冰帝巴不得霍宇浩早日变得强大 自然不能错过万年金胶这种好东西 很快 王东赴狂归来 霍宇浩脸上的神色这才放松下来 金胶不像红骨那么醒眼 直接有聚宝科的工作人员来到展台处取出 递给了王东 王东直接将他塞到霍宇浩手中 希望我们真的是点漏吧 看着那黑乎乎的东西 王东怎么都觉得有点亏 这块黑色青椒 甚至连一点香气都没有 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他来自于万年魔精 霍宇浩黑黑一笑道 嘿嘿 走吧 咱们想的东西都拿到了 回去 我找周老师 找一位拥有火系武魂的老师帮我们一下 吃掉 自然就知道好不好了 王东连连摇头 要吃你自己吃好了 我可不吃这种黏乎乎的东西 小时候我已经吃过很多了 每次都是被家里人强迫的 自从我融合了千年魂环之后 我就发誓 这辈子再也不吃这种黏乎乎的东西了 霍宇浩谈道 难怪你第二魂环是千年级别了 你家可真有钱啊 两人一边梳着一边往外走 经过贝贝身边时 向他们这位大师兄打了个招呼 贝贝让他们先回去 说自己要等一下徐三十 而此时徐三十还在千锋百计的纠缠江南呢 十雷克学院 海神道 什么 就是霍宇浩那小家伙 马小桃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颜少哲 颜少哲点了点头 没错 当初你收到的那股寒冷魂力冲击 很可能来嘴霍宇浩 不过当时他可能也是无意识而为之 那时候他的第二五魂还处于隐性阶段 估计是因为受到了你的邪火凤凰五魂的冲击 所以才自行保护宿主 甚至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邪火凤凰魂力激发出了他的第二五魂 所以才令其决心啊 马小桃一脸兴奋的道 太好了 这真是太好了 老师 我都快被体内这股邪火折磨得疯掉了 徐三十的玄武龟毕竟是水属性 而不是冰属性 效果也是越来越不好 有了霍宇浩的极致冰属性 我就能摆脱现在的困境了 对吧 这样我就可以代表学院去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大陆高级学院斗魂大赛了吧 严少哲微笑喊手 道 你的年龄正好没有超过二十岁 如果你的五魂能够稳定下来 五一将是这一届学院参赛的领头者 太好了 终于可以了 不行 我现在要去找霍宇浩 让他帮我镇压住体内的邪火 说着 马小桃转身就向外跑 严少哲笑道 哈哈哈哈 你这丫头 慢一点 霍宇浩今天应该是去十来个城 参加赏宝会了 知道了 话音未落 马小桃的人影已经消失在夜空之中 严少哲有些无奈的摇摇头 嘿嘿 这丫头的急躁脾气是改不了了 以后谁敢摇她呀 内院那么多优秀弟子 竟然一个敢追求她的都没有 除了乐轩之外 女学院中就是小桃的天赋最好 希望于浩那小家伙的极致无魂 能够渐渐划进他体内邪火 让小桃像他先祖那样 成为真正的火凤凰吧 霍宇浩和王东出了十来个城 两人的心情都相当不错 虽然还不知道黄金之盲左壁骨能够带给王东怎样的魂迹 但从价格上也能看得出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强大魂骨啊 整整九百五十万金魂币 霍宇浩在兑换的时候都有些忐忑 却没想到 聚宝阁真的就这么和她交易成功了 这份人情真是浅得大了 不只是她 连带着王东也欠了下了学院一份大大的人情 霍宇浩一向恩怨分明 史雷克学院对她的好 这从未有一刻忘记 今晚回去 你先融合那块金胶 明天等我拿了魂骨 晚上你帮我护法 有了这块魂骨 就算是一对一 我也有把握和戴华斌硬拼了 王东一边挥舞着自己的拳头 一边梳着 看他那神采飞扬的样子 霍宇浩脸上 也不禁流露着微笑 霍宇浩 王东 萧萧 他们三人的这个小团队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 等王东也有了魂骨 他们的整体实力 必将再上一个台阶 到时候 就是实至名归的 二年级最强团队了 对于戴华斌 霍宇浩已经渐渐适应了 将那份仇恨掩埋起来 戴华斌两次落败 要磕头忍错 也让霍宇浩心中 压抑的情绪释放了不少 宇浩 有啥气 是针对你的 正在这时 突然间 天梦冰残 充满警惕味道的声音 在霍宇浩脑海中响起 霍宇浩虽然年纪不大 但他经历过的战斗 也也是相当不少了 得到天梦冰残的提示 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做出反应 这种时候 一定要冷静 前进的步伐和速度 依旧未变 甚至连脸上的笑容 也没有消失 但他 却已经悄悄地 将精神探测共享 释放了开来 王东现实微微疑论 但以他和霍宇浩的默契 立刻就有所感应 声音停顿了一下 下意识地看向霍宇浩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 很快就释放到了最大程度 果然 他感觉到就在前锋不远处 果然有若隐若现的杀气传来 只不过 他的精神探测距离不够 无法真正探测到对方的存在 霍宇浩主动拉住王东的手 握紧他那比女孩子 还要柔软纤细的手掌 浩东之力 顿时在两人体内瞬间沟通 霍宇浩脸上神色不变 嘴声却低声说道 前面有人要扶起我们 这里距离学院 必时来个城更远 待会儿我喊一二三之后 我们掉头向史莱克城中向跑 要尽全力 明白了吗 王东低声道 霍宇浩道 不知道 但有杀气 我们先躲过史莱克城才说 准备了 越向前走 杀气就越浓郁起来 霍宇浩小心地将精神探测 朝着杀气传来的方向 集中探测 探测距离顿时大幅度增加 就在二百多米外 有六个人紧静地潜伏在那里 从他们身上厚重的魂力就能判断出 绝非霍宇浩二人所能抗衡的 一 霍宇浩低声说道 前行的脚步并没有放半 这个时候 绝不能让敌人发现他们的变化 二 三 跑 霍宇浩低吼一声 猛然一把抱着王东 掉头就跑 同时迅速将一个金手换背在背上 一团夺目的白光亮起 推动着霍宇浩和王东 陡然加速 宛如一颗白色流星一般 直奔 使雷克城北门方向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